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4月5日 阿基市判取菲燕诺 周四凌晨 荷兰杯继续进行 准决赛第二场较量在菲燕诺和阿基市之间展开 阿基市近两仗未尝胜计 其中就包括一场不敌菲燕诺的比赛 一众将士金杖必然满腹怨气 如今在战 阿基市是要迎波泄愤 菲燕诺经济发挥之出色 有目共睹 事关他们在和甲以64分高居榜首位置 与排在身后的阿基市和PSV燕豪分 足足拉开8分的差距 如果可以延续这样的状态 和甲冠军相信离他们不远 不过 近两个赛季菲燕诺在荷兰杯 可谓没有什么造诣 前届半准决赛不敌海伦维恩 上届止步第二圈 如今来到准决赛 又要面对荷兰杯夺冠次数最多的阿基市 机身决赛舞台难度非一般的大 需要知道的是 两队最近五次在荷兰杯上交手 菲燕诺录得一胜四负的劣迹 最近一次则在2018-19赛季 阿基市以三球完胜菲燕诺 前者最后还成为了该界冠军得主 就算是最近十场各项赛事与阿基市交手 菲燕诺的负率亦高达七成 另外 虽然菲燕诺最近状态火热 但留意球队的防守其实存在隐患 期间哪怕是对阵下游球队华伦丹 也成为先失球的一方 近五仗则常常有失球 此番菲燕诺不宜过分高估 上届荷兰杯决赛 阿基市先开记录却遭对手逆转 只能屈居亚军 无缘夺冠的他们 金济必然卷土重来 在本届荷兰杯中 阿基市一路过关斩将 面对丹伯斯智 川迪和迪迦史卓普 均取得完胜 表现十分强势 在阿基市阵中 本赛季已经有五人在荷兰杯 打开入球账户 拜仁波贝比和史提分贝维恩 均在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 拜仁波贝比金济和甲表现出色 攻入十一球 在和甲射手榜上名列前茅 有他在阵 必然是球队攻陷菲燕诺主场的最有力武器 再者 阿基市经济攻防演出均衡 以和甲为力 至今共入72球 十二十八球 净胜球多达44个 是目前和甲之最 最近一次面对菲燕诺 阿基市上半场 就已经取得两球领先 只可惜 防守端不够集中 将胜利拱手相让 有过这一次教训之后 阿基市必然痛定思痛 鉴于他们经济 客场战斗力也不俗 阿基市此行 势必完成复仇 感谢你收听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基市场